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今天邱医师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益生菌能不能帮助减肥 我们在网路上打益生菌跟减肥 哇,看到琳琅满目 一堆产品就会跳出来 可是呢,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在问 也很多人已经在用益生菌想要减肥了 所以邱医师今天要用客观的角度跟大家分析 到底益生菌能不能减肥 首先我们大家要看说医学文献怎么讲 基本上邱医师以前跟大家提过 要看医学文献尽量看那种众术论文 就是收集过去所发表的所有的价值比较高的对照组 双盲试验这样的高品质的论文 加以众术分析 得到的节目比较可信 邱医师帮大家走到一个 2019年有一个发表在临床医学期刊 它的题目是减肥益生菌补充剂 对超重和肥胖的影响主题 冒号评论 简单讲了 就是补充益生菌对减肥有没有帮助了 直接讲结论好了 这结论里面讲说 总而言之 即便作用很小 也很少有研究发现益生菌补充剂 有助于减少体内脂肪 这是他讲的 不是我讲的 然而呢 作用机制仍不确定 样本量小 能量摄入量 以及摄入的营养素类型都是重大的限制 简单讲就是都是小规模的实验 那么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饮食控制的问题 这个都是一些问题 因此有必要研究可以控制这些变量 以及分析特定参数 以了解减肥的过程 也就是说到底是因为你吃的益生菌而体重下降 还是说因为你同时进行了一些减重的过程 热量的控制而体重下降 这个有必要去了解清楚 最后 许多疑问仍然围绕着不同益生菌菌株的影响 包括用了什么益生菌 用了多少量 这个也是关键因素 以了解他们对减肥过程的影响 这反正就是论文就是这种又臭又长 好 我简单讲 重点就是 重点就是到目前为止 已经出版的研究 证实益生菌有利减肥的并不多 应该说很少 而且很难区分 这些体重下降的人 是吃了益生菌 还是因为他做了热量控制 而体重下降 再来 就是有的研究发现说 吃益生菌的人 体脂肪减轻的很少 有的研究甚至发现说 吃了益生菌后 那个体重跟体脂肪反而增加 所以有不同的研究结果 而且这个论文里面还有提到说 综合很多论文 他们发现说 研究用的益生菌 主要是一种叫做 异酸性的乳酸感菌 英文叫 Lactobacillus Acetophilus 还有他批评说 有的研究 控制组没有一致性 安慰剂的使用差异很大 比如说 我们这一组 要给它吃益生菌 另外一组 也是给它吃 很像益生菌的东西 但是这个形态就不一样 例如有的是用胶囊 有的是给它吃乳酪 有的是给它吃优格 有的是给它吃低卡优格 这样子 这个就有问题了 还有呢 他说他分析了817篇的论文以后 选择了13篇 这个比较高品质的论文以后 他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说 这13篇论文里面 有12篇 背后是有厂商的支柱 那这个就是表示有利益上的冲突 这个基本上来讲 大家就要慎重思考了 好 那到底有没有论文说 益生菌真的有助减肥呢 还是有的 就是给大家念一下 以示公平 第一个 比如说 2013年有一篇论文 就认为说 吃乳酸菌 包括1成10的6次方 还有1成10的7次方的 这样的浓度之后 12周发现什么 内脏脂肪的面积减少 但是呢 他发现说 只有1成10的7次方这一组呢 皮下脂肪就减少 那么作者就认为说 益生菌啊 可以维持肠道 屏障的完整 那么降低慢性的发炎 因为肥胖的人通常呢 肠道的屏障不完整 而且有慢性发炎的状态 所以他认为啊 这个吃益生菌 对健康 对治疗肥胖 是有帮助的 2018年呢 又有一个韩国医师啊 他使用一种乳酸菌 用高浓度1成10的10次方 还有低浓度1成10的9次方 他比较以后 发现说 内脏脂肪有减少 但是呢 这个高浓度跟低浓度 还有跟对照组相比呢 这个皮下脂肪啊 全体脂肪的面积 身体的脂肪量 体质率 他发现三组没有差异 听懂这意思吗 就是他把高浓度分一组 低浓度分一组 对照组分一组 结果他发现 三组只有什么有差别 三组呢 只有有吃益生菌的这一组呢 内脏脂肪有减少 但是皮下脂肪跟其他的什么 身体的脂肪量啊 体脂率啊 皮下脂肪 这边三组 有吃益生没有差异 所以这个众术作者的论文呢 就分析说 这些讲有效的论文呢 其实啊 他们同时都有采取热量控制 也就是说 对照组就有热量控制 那么实验组呢 也是热量控制 再加上益生菌的使用 要他们每天啊 少吃200大卡 可是呢 在分析结果的时候呢 他只是分析 对照组跟实验组的差异 没有把这个热量控制的 这个效果呢 考虑进去 说不定啊 热量控制才是真正的 使他脂肪减少的足音 证实没有效的论文有没有呢 也是有 2013年呢 有一篇文章呢 他调查益生菌的效果 让受制者呢 喝下添加益生菌 包括什么 四酸性乳酸感菌 甘酪乳感菌 乳酸双起感菌 以某种浓度呢 给他们摄入益生菌 八周的时间 研究益生菌的效果 结果发现了 八周以后啊 有添加益生菌 跟没有添加益生菌呢 他们的体重 BMI跟腰围都降低 两组之间的没有差异 代表说呢 没有翻查到 添加益生菌 有额外的效应 所以说明说 热量控制 才是体重降低的决定因素 那2013年呢 还有另外一篇论文呢 他研究说 补充益生菌呢 对热量控制的影响 发现说啊 益生菌使用 二十四周以后呢 发现什么 实验组跟益生菌组呢 在体重下降上面 没有明显的差异 结论啦 就是我们承认 肥胖的人跟瘦的人呢 在肠道的菌虫 表现上面是不一样 有不同的肠道的菌相哦 但是我们也知道 食物的内容会明显影响 肠道的菌虐 可能是肥胖的人 他的饮食内容呢 导致了他肠道菌虐的改变 使得他跟瘦的人不一样 想要补充益生菌 借由益生菌的改变 来改变他的体重 会不会是导因为果 益生菌的改变 是因为不良的饮食习惯的果 不是因为益生菌改变以后 使他体重增加 当然好菌比坏菌多 会不会有比较好的代谢 比较好的这个燃脂的效果 比较好的内分泌系统 是有可能的 不过呢 何者为因何者为果 其实还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如果你给他补充益生菌之后 没有要求他尽量 这个控制热量的摄取 增加热量的消耗 想要借此 完全不改变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来让他的体重减进 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告诉一个吃益生菌的人 跟他说你要改变你的饮食内容 要增加运动量的消耗 而他也因为这样而伸出了动机 竟有改变了他的其重 这也是好事一桩 不过大家想想看 今天如果求医师跟你说 有钱的人常常打高尔夫球 没有钱的人常常在河滨散步 今天告诉你说 没有钱的人要变成有钱人 就要多打高尔夫球 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希望今天分享的讯息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请按订阅